我们回去要继续复习的话 那其实云端白板上面的论坛连结这边都有 当然理论上你的email信箱里面也有 或者是说如果你email信箱找不太到的话 你其实到云端上面 其实也可以找到这个论坛的位置 论坛位置里面的话 当然你点进来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清单 那当然理论上我按照顺序放 1到13 所以上个礼拜第13次底下一样一个连结 那你可以点击之后的话 你就会看到上次的上课内容 那当然越后面其实难度越高 不过呢 我其实有把所有的原始码都放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假设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还是会发生错误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云端上面的程式稍微比对一下 那当然建议 因为现在AI又热门 所以我建议 以后如果有一些问题 像这个程式爬虫的部分 其实你也可以试着 就是在ChurchP上面 询问ChurchP该怎么写这样对应的程式 其实它也会帮你产生需要的程式 当然你可以比对一下 那当然呢 可以透过那个AI帮你产生这个程式 这个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部分 上礼拜第13次 那今天第14次 那上个礼拜的话 主要的一个练习 就是去截取台银外汇的网页上面的资料 那其实也就是说台银外汇上面的网页上面长什么样子 那我是希望说只要它上面有的东西 我就希望把它抓下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其实当然这个类似的案例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们需要抓取的是网路上面的某个资料的话 当然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第一个你要去分析它 然后分析的重点不外乎就是说 连接到这个网页 那个网页背后一定有原始 前面我们做了蛮多的范例 所以第一个是先连到那个台银外汇的网站 这个网页 当然上个礼拜的重点不外乎就是先 我需要的资料你可能要先界定出来 总共有五个栏位 必别一个 这是第一个栏位 那现金买入 第二个现金卖出第三个 那即期买入即期卖出第四第五 OK 那底下就是我们要抓的资料 我记得好像刚好19种的那个 这个必别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资料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当然还记得吧 就是按右键 按右键检查 把它检查一下 那你就知道这个资料 它是放在哪一个标签的里面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匹别的部分第一个 这个是美金嘛 它其实是放在DIV里面 可是DIV这个标签呢 其实这个网页里面非常多啦 所以理论上如果假设你要用那个DIV来抓资料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除了你要算 它的位置 所以那种的东西你可以利用后面这个class 因为class我们算过 总共好像19个 它里面的资料 所以然后我们就抓第一个 匹别的话 把它的class先找到 OK 然后呢 19个资料就通通下来了 那第二个就抓这个 它的现金买入的资料 刚好我们检查之后 它也一个class 所以第二个 如果这个class的话 刚好它的逻辑不太一样 它不像说币别 刚好19个 它是19x2 刚好是买入卖出一组 123456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把这个先抓下来 然后再跑个回圈 所以回去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这样跑的话 那我上个礼拜 有这个做了一个方式 其实如果现金做出来 其实也差不多 因为这个方式大同小利 所以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简单要复习一下 上礼拜就这样 按一下它 把资料抓下来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这个网页上面 看到的这个资料 就是这个资料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假设你们要 做出类似的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还蛮多的 那当然如果你实在是 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回去你们可以做练习 其他银行的汇率的网页 甚至除了外汇资料之外 其实你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你有投资股票的话 还是说你可以抓一下股市资料 或者是其他相关投资资料 一堆嘛 OK 所以金融相关的资料 那爬不完的 在前面的话 其实有新闻嘛 再来在前面好像有个证兆嘛 OK 太多东西可以爬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要爬这个资料的话 那怎么做 上礼拜重点 所以清楚把它清掉 表格再把它画上去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第一个我们一样是宣告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应用这个叫做XMLHDP物件 那去这个网站帮我把原始码抓下来 放在我的DOC物件里面 OK 那这个DOC物件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帮我 你主要用两个方法 那因为这一题的话 主要是抓CAS 所以呢就是什么 get the elements by class name 有没有 然后把那个class name给他 那币别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 币别的部分 这个执行的话 这个币别就有了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就是现金 所以我其实分了好几块 D块的话是A蓝的部分 OK 那B蓝的部分的话 B跟C一起 B蓝跟C蓝的话 有没有 现金买入现金卖出 那因为我刚刚讲过 他刚好抓过来的时候 他左边右边一样 所以呢我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全部先把它抓 抓到哪里呢 抓到这个 这个DIV2里面 所以DIV2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 总共有19乘2 38个 那我要进入DIV2里面 去把资料逐一的 抓回来的话 那因为它的编号 一定从0开始 所以0应该是38个 应该37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30 到0又37 所以是38 这个dx是总数 38个减1 37 那后面的话 加一个step的话 意思是我跳着 所以我第一个先抓0 第二个就跳2号 所以就下一个不是1 下一个就变2了 024684 那底下的话输出就是 先抓什么呢 所以抓的时候呢 就先抓什么 抓0的 然后再把0加1 就下一个的意思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资料 他就应该是 那分别抓到B跟C嘛 等到抓了一个就在K K等于它的哪一列嘛 所以K等于预设值等于2嘛 所以底下的话放在 K加1的话等于是第三列 OK 然后再来就是下一个吧 所以是0 那0的话下跳2号嘛 step2的话呢 指的是跳2号那就2嘛 0246810 所以呢 他就跳2号 有没有 然后再下一列 可以推啊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机械化的 反正就是说呢 我要把这38个资料 逐一逐一的把它抓下来 放在他应该放的格子里面 当然你说老师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写 不一定 反正你可以满足 这样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写法 都可以 所以我是觉得啦 这边里面 爬床里面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 应该就是说你至少要知道什么叫正列 也就是说这个正列物件里面 其实它不是只有放一个 它里面是放38个资料 因为网页上的东西很多都是一样的 它一次可能会抓回来 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 有多个的话呢 你就变成你必须要配合回圈 回圈的话呢 通常会配合一个放回圈 对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写来写去 这几个礼拜 其实写法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那这个K的话 指的是放在哪一列的意思 其实如果假设你不用K的话 你用I去变也可以 比如说这一题好像用K比较简单 因为反正就是下一列我就加1 下一列我就加1 这个的话比较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至于怎么写 其实有的时候每个人的逻辑不同 写出来的也绝对不一样 反正只要可以满足这样的条件 其实都可以 那也因为这样关系 所以你们假设从网路上去抓到的 比如说你可能查一下 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程式 一定有 但问题 写法应该不会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或者甚至你用Charlie P帮你产生的程式 也不会一样 OK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你们就了解 现在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假设你有别的 怎么讲 你的习惯的写法 比如你习惯思考模式 没关系你可以改一下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以后如果能够自己改出你自己一套方式的话 那以后你写你会觉得很顺 但因为如果这是我写的 我觉得很顺 但不见你们都觉得很顺 如果这样 如果假设你觉得 老师你的写法还蛮好的 蛮好懂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模仿 都没有关系 程式反正刚开始 一定是先从模仿开始 没有那么厉害 我一下就可以 自己可以从头写到尾 那么厉害 OK 而且这每个地方都很容易出错的 一个小地方 不会不懂的话 马上一定有Bug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老师为什么你写都很碎 啊我们回去什么 只要随便动个东西 马上就出现Bug 我哪里有Bug我也不知道 这实在是很麻烦 不过来顺便跟各位补充一下 如果将来你程式有Bug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Bug 我觉得比找别人来帮你看程式还来得更 就是你可以把程式贴到ChargeBT里面 跟他讲说你哪一行出错 真的太好用了 因为很多同学常会写信问我 老师我程式有错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其实有时候我也自己看他们 看程式当然也很累 自己看得出来 就是说还要跑一下 后来我现在发现有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直接把程式的那个 直接贴到ChargeBT上面 然后跟他讲说哪个地方出错 请你帮我检查一下 哇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我蛮推荐各位 以后如果假设你程式真有发生问题的话 或者是说哪 那个地方你可能不确定怎么写比较好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ChargeBT去 请他帮你建议一下 怎么写比较好 有时候我觉得还蛮可以得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可以得到 他反应蛮快的 而且给你参考 另外就是你也不用怎么讲 你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不够满意的话 没关系 你还可以请他说 你可不可以再产生另外一种程式写法 他会继续帮你变 而且反应现在相当快 OK好 所以底下的话呢 当然我们B跟C栏就出来了 有没有B C这样一直往下 我是建议啦 如果将来你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推荐就是说 你们不要急着直接 就把它从头执行到尾 这个方式真的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做 哪怕你真的本来你已经程式很厉害的话 还是不推荐 你会发现像我平常执行程式的时候 都一定会怎么样 设定一个中断点 设定在哪里呢 设定在我觉得可能程式会有问题的地方 有没有 然后再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增错里面的F8 这个的话我是还蛮建议 因为你觉得你假设没有这么厉害的时候 我是还蛮建议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了解你每一行程式执行的状况 OK 另外的话还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你的滑鼠去把游标放在那个变数上面 他就会告诉你说 那个目前变数里面放的资料 到底是多少 有没有像K里面放13 意思就是说 它将来会输出到第13列可以 13列现在空的吗 那I的话目前到多少 目前到22 所以它会显示一些细节让你知道一下 有一些可能你没办法看到 像那个DIV DIV2里面你说 老师我放在上面 它只会显示一个名称叫做等于upject upject就是物件 你说老师那我可是我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怎么办 其实好像还有一个方法按右键 它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新增监看式 这个新增监看式 就可以监看什么 监看物件里面放的东西 像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那我试一下 新增监看式 那你会发现新增监看式的话 这个一定要是在中断模式底下才能够不可 你不能说你把他跑 你说老师为什么没有新增监看式 因为就跑完了怎么会有新增 一定是在中断的时候 就是城市在停止的状态下 你可以新增监看式 然后呢 它这边会出现说你的名称是不是叫这个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一个眼镜 它后面就有个加号 这个加号 然后意思说我要看这个物件里面放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它里面打开 它就可以让你看到那个每一个物件里面的细节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就有一个什么item1到item38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物件里面放了38个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的细节部分这边还有个加号 你还可以把他打开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的所有的属性 那其中里面的资料 我们可能会需要属性叫做inner test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这边有没有一个属性叫做inner test 有没有 在这里 OK有没有 所以那显示出来就是 如果你假设呼叫的是这个物件里面的inner test 这个属性的话 那它里面放的值 就是30.89 有没有 就都知道了嘛 对 OK所以呢 但是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啦 一般坊间的书籍我 我镜像中也不太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也很难叙述啊 说真的 你说一本书里面要怎么样去描述这种动态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你用那个拍画面 用拍画面就要拍一堆了 倒不如我们做一次给你看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你可以从这边去观察 每个物件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OK 对哦 有没有记得按右键 新增监看似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在 增错的模式下 OK 就是 租行 那怎么会停下来 其实我主要是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 加上去就点旁边这边 一下 它就会加一个中断点 那这个中断点就是程式 假设你按执行 它会停 在这一行 如果你要再让它继续跑 你可以按R8 OK 所以其他我想就把它乱完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 如果你要增加你VBA的功力的话 这个都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样子 你会中断模式的话 以后说真的 且程式就不会是很 怎么讲 你不用有负担 像我的习惯是 我有些地方有错 没关系 我就中断一下 然后等到我跑了 发现不对 怎么办 我可以让它再把它往 就是改完之后 再把它倒车回去 有没有 比如说我可能 这边把它倒回去 让它重跑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 倒车回去 可以等于2 那你可以把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有没有 如果你把它要重跑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箭头往上拉 它就会重跑了 OK 那有没有 继续重跑了 OK 所以很多种方式 最后把它全部跑完 因为这个上连会讲过 最后其实你会发现 我最后讲了一个方式 就是画那个框线 因为如果资料下来 本来还没框线 那我最后好像加了一个框线 还记得吧 那框线的话 当然你用录制聚集也会出现 不过录制聚集录下来至少20行 可是实际上说真的 根本不需要 所以你不要傻傻的真的录制聚集 然后把那一堆20几行的程式贴过来 那简直就很复杂 那实际上很简单 只要跟它讲 你要画框线的范围 就是从A1有没有 到E20 当然20这个其实当然可以用追踪的 我们先不追踪 那它的框线就是点Bolders 它的LightStyle等于E 这个怎么来的 其实你不用背 点下去这边就会出现了 有没有 Arrange范围给它问 然后打一个B 就出来了 所以框线你只要记得 它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是B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知道Bolders 这边有了 然后你就怎样 直接把它选起来 然后呢 当然如果你不指定哪一条线 如果你要指哪一条线 你可以加一个瓜糊 它会问你说 你要指的是这个范围的哪一条线 可以指哦 上下左右中间垂直的水平的 有没有 这有斜线 其实它非常多条线 但是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瓜糊不用 然后呢再加一个点 它又出现了 它问你说 那你要针对框线的什么东西做设定呢 其实我要针对它的 线条样式 预设是没有 预设是没有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什么了 lifestyle等于实现的话就是等于1就可以了 但你说老师1怎么来的还记得吧 如果你不记得 至少你要记得一个案件 就是可以查询 它这个lifestyle的相关的参数的方法 还记得吧 F1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啦 你说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其实我也没有这个背 我只要记得有一个F1就可以了 我F1放哪里 放lifestyle上面 它会直接跳到网页的lifestyle 我只要选这个lifestyle的一些相关的设定 这边有lifestyle的 点击这边就有实现 连续线的这个 所有的填路1 或填路这个都可以 OK这个比较长 当然填比较短的 OK 当然你看坊间书籍应该都会填这个啦 当然你这边可以填这个 那就OK了 那你说老师那可是我不想要填这个 我想要填的是这个虚线的话 虚线你就填这个嘛 填这个或填这个都可以 你会填这个 然后你就把这个 把它输入到这边 OK 那它执行完之后就虚线了 大概是这样 再重跑一下 有没有 虚线出来了 有没有 看起来好像有没有 OK 那至于你要再怎么做变化啦 其实我觉得这个boulder实物件 还蛮多地方可以变化的 甚至颜色也可以 lifestyle有没有 同样你可以看到color 你可以再变颜色都没关系 好那最后的话有个清楚 就这样 所以上个礼拜的练习这个重点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 来看一个那个 也就是第六个单元 我有讲到有一题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这边 其实这边有雅虎股市 雅虎股市我想 你们也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其实还差不多意思 它的资料在哪里 然后你就把资料抓下来 差不多意思 也是放在 我记得好像也是开乃斯 也是个DIV 那雅虎股市好像不是放在表格里面 它是放DIV里面 它在那里同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针对这个 IE物件 这个下载气温跟降雨量的这个范例 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范例 主要的原因第一个 就是这个网页 它蛮特别的 它不能用XM或HD物件 它一定要用IE物件抓 因为我试过了 我用XM的方式抓 奇怪 它抓下来就没资料 它一定要用IE物件 所以以后你们可能 也许有些网站 它就刻意不要让人家爬资料的话 它也许会去检查一下 你抓取的是一个浏览器 如果是浏览器 它才给你资料 如果你不是一个浏览器 你是一个物件的话 它就不给你资料 我还蛮常遇到的 尤其现在好像蛮多网站 它可能怕说被人家不断爬资料 会造成那个伺服器的流量 可能会比较卡 所以它可能就限制 好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气温资料给抓下来 当然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一个 大概类似这样 那抓的方式的话不外乎 这一题比较复杂一点 这一题应该是又比前面更复杂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表格 那它这个表格的话 它上面这些都是放TH里面 理论上这个一个储存格 一般表格里面呢 标签名称应该都叫TD 如果没有意外都叫TD 标签都叫TD 可是它这边的话呢 因为放在那个 什么栏位名称的话叫TH 小写的T 小写H TH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需要 怎么样把资料全部抓下来 那我大概分两阶段爬 第一阶段是先一列一列爬 爬下来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 一列一列爬取下来的话 然后还全部全部爬取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那应该怎么做 把那个全部资料把它爬下 不过这个军队其实还可以再画个 画个框线 OK 那至于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把这一题的 题目下会看一下 待会我们针对这一题 来爬资料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好